在NBA和NFL中,很多职业球员都曾在高中或大学时,双开过篮球和橄榄球 但要是能把这两项运动双开玩到极致的男人 恐怕前NBA球员查理沃德中也称第二,没敢称第一 大家好,我是Terry 查理沃德出生于1970年,身高62寸188公分 别看他在NBA的巅峰赛季,也不过就是个合格的先发空位 但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期间,查理沃德同时效力于橄榄球和篮球校队都数D1级别 并均打除了出色的成绩,在两方面都拥有多项校史记录,也问顶过各种顶级奖项 首先在大学橄榄球方面,查理沃德在FSU校队达满5年 作为四分位一共传出了5747码的传球,排名校史第10 送出49次达赦传球,校史第6,持球冲振889码,达赦10次 1992年单赛季持球冲振504次,为校史记录 查理沃德在1993年率领校队拿到NCW全美冠军 斩获海泽曼奖、马克斯威尔奖等七大顶级个人奖项 而这五年间,他则入选过一次全美之家阵容 拿到过一次ACC联盟最佳进攻球员奖 两次当选ACC联盟最佳球员,两次当选ACC联盟最佳运动员 2006年,查理沃德入选了大学橄榄球名人堂 至于在大学篮球方面,查理沃德在FSU篮球校队效力四年 场均得到8.1分3.1篮板4.4助攻2.6强段的数据 曾帮助球队拿到过分区锦标赛冠军 进入过风3甜蜜16强 他大学生涯总计送出236次抢断 和单场比赛送出的9次抢断 至今仍是校史记录 而他的396次的总助攻数可以排在校史第六 当然作为两大校队的主力 赛程冲突是常有的事情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查理沃德一般以橄榄球优先 大学毕业后,查理沃德必须要在篮球和橄榄球之间做出选择 据说,查理沃德曾表示 如果NFL能进入第一轮 他就选择以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开启职业生涯 但当时得到的反馈是 他只有可能最高在第三轮被选中 所以查理沃德决定为了打篮球 并于1994年NBA选球大会上 被尼克斯在一轮26顺位选中 其实更神奇的是 除了NBA球队选中的查理沃德 美国主办大联盟也分别有球队在93年59轮 和94年18轮选中他 哪怕查理沃德在高四之后都没有在棒球校队待过 没有错,高中时期 查理沃德三开篮球棒球和橄榄球 并成功地展现出了天赋 进入NBA后 查理沃德在联盟效力了12年 先后在尼克斯打了10个赛季 在马斯打了一个赛季 在火箭打了一个赛季 巅峰期为在尼克斯的97到99赛季 他代表球队打了132场常规赛 全部先发 场均贡献7.7分 3.3篮板 5.6助攻 1.9抢断 99年还随对打到过总决赛 查理沃德曾说 打橄榄球时的经历 让他在篮球赛场上的脚步更好 全球时更有大局观 同时也更容易理解战术 因为橄榄球的战术 远比篮球要复杂得多 而在05年离开赛场之后 查理沃德担任起了教练的工作 包括曾在休斯顿火箭当过助理教练 07年6月 作为助理教练 受雇于维斯特伯里基督教中学篮球校队 同年11月 成为维斯特伯里基督教中学橄榄球校队主教练 18年3月 任职弗里达州立大学橄榄球校队顾问 同样在18年3月 作为主教练 受雇于弗里达州立中学篮球校队 可以说 查理沃德在大学时成功的双开经历 让他在退役之后 比一般运动员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但也有球迷表示 查理沃德这么出众的运动天赋 如果他在大学时可以专注于一项运动 也没有可能作为职业运动员 取得更高的成就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